中国女子排球超级联赛今天继续在广东江门进行 北京汽车女排对阵福建安息铁观音女排 比赛打满了5局最终北京队以3比2现胜 本场开局身穿粉色球衣的北京队气势不错 以25比14拿下第一局 但是从第二局开始北京队就暴露了年轻队员不稳定的情况 福建女排则连赢两局 前三局从比分2比1领先北京队排 其实第一局往往我们打这么多年打福建 第一局都是大比分领先 不管联赛还是锦标赛还是其他的比赛 但是第二局马上就反转了 包括锦标赛都是这种情况 都是大比分领先 这样的话给队员一个心理 造成一个心理就会心理起变化 但是后边通过调节几个大队员的带动 包括凯一包括他们都能站出来 还是比较欣慰 第四局双方比分胶着 关键时刻北京队的任凯一表现出色 北京队以25比21将总比分翻平 决胜局北京队再次掌握了场上的主动 以15比11总比分3比2战胜福建 任凯一拿到了全场最高的28分 因为今年队里的大队员还是有一定的伤病吧 自己这边应该要承担更多吧 虽然自己年龄上也比较年长一些 但是对联赛来说还是一个新人吧 也是希望自己打出一些气势 给队伍做好铺垫吧 这边应该要承担更多